當然你們會覺得 這些美景一下就比過我們的彰化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講古文化古蹟 老外真的想看這種台灣特有文化 真的是我們彰化 鵝魚的文化 還有是每個老外 你幹嘛吃香蕉啊 太free了吧 在彰化可以看夜勝猴子 就跟高雄一樣的 這時候不是要拋去高雄 二歲就可以看到猴子 台東也有 在模仿 現在在模仿 猴子其實陽明山就有了 我們他們說 我最後補充 只有彰化我們還有 沒錯 超漂亮的 真的真的 如果就是對於這種台灣廟宇文化 有興趣一定就是來彰化 米川老師一頭霧水 沒有 因為廟宇這一趴我真的是 比較不懂 我承認 好 剛剛彰化的部分 其實綠色隧道我們雲林也有 古柯很漂亮 你要去 你要走出彰化 自行車的車道 那個觀光工廠我們有很多選擇 就是 我剛剛講的嘛 因為剛剛可能收音就不太好 上字幕我再說一次喔 我們有毛巾的觀光工廠 有這個蜂蜜的觀光工廠 有蒜頭的觀光工廠 有醬油的觀光工廠 看你喜歡哪一種 我們還有青籽類型的 你要各種觀光工廠都可以來雲林 老師你們沒有做雨傘的耶 雨傘只有彰化有 彰化有 因為這個很重要 因為雨傘跟老鷹 我都會覺得有點陰森森啦 喔 雨傘自己坐 情侶去坐一坐就散 說散就散 說散就散 老怪沒有人 講到說散就散就要坐下 老鷹落下來觀落鷹才不好 你才觀落鷹 糟糕了… 那邊就很厲害 我們絕對沒有針對彰化 我們只是針對小優而已 沒有針對彰化 針對小優而已 對 我們嘉義真的是比彰化在好一些些 不敢說比得過台東 但是我們嘉義也有很多漂亮的地方 對面的同學如果不知道 我跟你說 這是我們嘉義 最近其實很多很多文青的地方 這個地方叫快藝生活村 它其實有日本的 台灣的小京都之稱 就是日本的京都的感覺 它裡面很古色古香 而且它裡面還可以租和服 你不需要花錢 你知道在那個台北有個新的地方 也可以租和服 我跟你講那個地方太大了 青龍 你說 青龍 不一樣吧 快樂 你要不要比一個好的地方啊 台北就那幾個地方 新的地方 新的地方超多 因為小日本在台灣很容易 其實像花蓮有一個 真的是完完全全像日本一樣 就是那個啊 送風箱 它連道路的蓋法 都是日本一模一樣的蓋法 哈囉 老師 我們這裡也是 蓋法一樣 然後很日式 我知道你們雲林 有偷襲我們這個小京都 你胡說 我們雲林 我告訴你 我們雲林故事館 它是一個日式建築 你一走進去那個園區 你就完全聞到那個檜木的味道 你要有比較生活感 最近不是有一個日本的那個 影集叫做五季家的什麼 料理對不對 它不是這樣京都的故事 我們在這個 斗六有個雲中街生活部落 就跟那個五季家裡面是一模一樣 這個比較漂亮吧 你看我的晚上長得漂亮 沒有 漂亮都可以塞出來 我們這是生活感 生活感 對 我們這邊很多文青小店 晚上就長這樣 白天就是那種風光明媚 這張照片真的好漂亮喔 幫我後製我們雲林故事館 比這個還漂亮 不是雲林的 這是嘉義的 而且除了這個以外 我覺得應該好像已經 大家講得差不多了 我要決定把它一次講完 到了晚上可以幹嘛 外國人喜歡唱KTV嗎 喜歡 所以呢 我們嘉義呢 他剛剛自然是自己接 自己接Q嗎 他剛剛自己接Q嗎 真的還好 喜歡 是在直播嗎 還好聽歌 沒有人在聽他講話的道理 對… 喜歡 所以我們到晚上的 我們都會去那個 小木屋KTV 這是嘉義在嘉義 很有名的馬格KTV 它都是小木屋做一個形狀 它是一個木屋 一個包廂 然後就是它很多五顏六色的 的那個小木屋 後面有什麼紫色 藍色 然後它每一個木屋都有造景 所以很適合去那邊拍照 然後唱歌 而且它重點是它一個木屋 一個包廂 三個小時才1千5 不現人 歌星嗎 歌很新 還有日文歌 韓文歌都有 都名字都會不太一樣 比如說蔡依林 我會在黃依林那邊找到 不會 不會… 妳那個是很舊的吧